為台西鄉萬港球一直到海峰球球卡的風順道路 最近發現有人來這裡購買彈本書 而且剛開始的智能報仍然越攔越多 可穿得對是穿都穿不穿 尤其風順道路是救災輸用的專用道路 而且最近鄉來也在進行手順清潔的工作 這些本書很可能會去租外交通 因此船長就來購買民主 環境的為何需要大家做回來努力 希望民主要有公的心 不讓各種本書購買彈 台西鄉萬港球卡一直到海峰球的風順道路段 最近開始出現本書亂彈的狀況 造成環境污染 部分嚴重的路段還有可能的阻礙交通 為此萬港傳船長購買彈 就購買大家要發揮公的心 作為保護環境 本書旁邊有一個本書 本來在看環境的發覺 我希望傳民也好甚至是路過的人 大家發揮公的心 不要把本書親切拼 因為這樣造成環境很大的污染 尤其這條風順道路 本身就是救災所用的專門道路 以保養路人不應該曬一次 而且現在配合向來的素順 獨造工廳 環境漸漸在改善 如果路頂又再出現本書 總控隊很難控制 此條是防汛道路 不要以身刺法 因為這條道路是天災在啟用的道路 國培沒有理培 文港村現在已經進入環境保護月 除草、蘇菌都在已經進行當中 村長的辛苦我希望大家都看得到 也希望大家珍惜史之源 不要隨手塗一石之快 隨手丟棄垃圾 目前穿在堆堆了基本的環境整理 他要和分局作為配合加強順勞 若是有發現亂彈本首 對馬雄通勞處理 並出發1,200元到6,000元不定的法款 那如果有發現違規的情勢的話 我們會直接把他移送 那如果我們公所還會再跟當地的派出所協調 說他們千萬在巡邏的時候 如果發現有違規的情勢的時候 會跟我們聯絡 我們再過來處理 一個鄉頂的整體環境清潔 是要靠到民眾共同來維持 大家一定要對自己做起 環境是清潔 大家的主人就會去維護 只要有心 相信真近就有改變 記者鄧頂華 柴鳳報道